南宋的一间志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一条故事 说是一个叫周史青的人进京赶考 这个路上碰到一个修道的人聊了几句 就不考功名了 回老家带着老婆进山里修炼先丹 没想到就快要承担的时候 风雨一交加 雷霆霹雳仙丹给丢了 周史青气不过就跟他老婆说 我得元神出窍一趟 把仙丹给找回来 你千万别把我的身体给烧了 他老婆说好好好 结果呢 同样在山里修行的和尚找过来了 跟周史青的老婆说 这人已经死了 还是烧了吧 我们这些修道的人都是 是形还如粪土的 他老婆一听绝对有道理 就把周史青的身体给烧了 第二天周史青原神出窍回来了 一瞧 嘿 好家伙 我身体没了 就飘到空中骂他老婆 然后呢 那和尚又来了 说我前几天没来呀 怎么回事呢 原来前几天那个和尚 是妖怪变的 这个周史青听到没啊 倒霉还是次要 这个故事啊 它有趣在哪呢 有趣在啊 它是基于道教和佛教不同的修炼和丧葬观念 编出来的 道士认为人的身体很重要 哪怕灵魂离开了身体 也不能够随意破坏 而佛教则认为呢 身体啊 只不过是修行之人的累准 人死了之后 身体也就应该烧了 留着也只是形同粪土 在这两套矛盾的这个观念的基础上啊 这个故事才能够成立 所以啊 不同的宗教就会有不同的丧葬 不同的墓葬 我们前几节课呢 我们看过了这个时期 汉族和契丹党相女真 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墓葬的差异 而这个时期呢 我国的宗教活动也非常的频繁 因此呢 这节课 我们就走进这些宗教人士的墓葬 来看看修道之人的墓葬 是什么样的 道教在宋元时期发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宋代的时候啊 这个福禄派发展的尤其兴盛 龙虎山的天师道 茅山的上青派 葛造山的林宝派 就是福禄教派的三位大佬 被朝廷封为京禄三山 也就是后世流传的三山福禄 而到了蒙元 全真教又跟蒙古统治者走得很近 邱楚基曾经跟成吉思汗建言献策 尹志平呢 也帮助朝廷安抚人心 度化千人 总之呢 宋元时期的道教发展的势头相当迅猛 这个时候呢 正儿八经的 可以确认的道士墓葬 考古上发现的并不多 他们的墓葬呢 跟普通汉族墓葬很接近 只不过大部分都分布在道观附近 比如山西大同出土的京代道士 颜德园墓 就是一座看起来很普通的单式砖墓 修建在大同古城西边一公里左右 墓志告诉我们 颜德园是西京玉须观宗主 是一个直路道士 说明颜德园呢 是宋代俘虏派出身 曾经多次被京代朝廷赏赐 是当地的道教领袖 后面还说 颜德园曾经特地叮嘱弟子说 本地的习俗是火葬 但是我呢不想火葬 还是给我整土葬吧 就埋在藏室后面吧 当地习俗盛行火葬 这件事情已经证实了 山西大同的京代墓葬 确实大多都是火葬 而颜德园呢 本来是开封人士 而且又是道士 还是坚持要求土葬 除此以外 我们还在山西济山县 发现了五女坟 这是五座同时修建的坟墓 一共埋葬了69个人 全是女性 其中呢 两个人是第一次安葬在这里的 其余67个人是迁葬过来的 就在距离五女坟 不到500米的地方 是洞兵祠 里面还有一方元代的残碑 记录了道士们 在这里修建祠庙的事迹 因此呢 五女坟应该是这些道姑的公共墓葬 修建好之后呢 把他们都迁葬在了这里 而且应该还是按照辈分长幼 来排布的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当时的道士墓葬呢 由于主要还是土葬 整体的这个墓葬行制呢 跟北方大多数汉人的墓葬 差不多 都是单式专墓 只不过呢 道士墓葬啊 普遍会靠近道观 虽然墓葬行制没有太大差别 里面的葬具呢 差异就比较大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 还是在山西大同西边 我们发现了元代冯道真的墓葬 他也是一位道士 道号青云子 这座墓啊 是一座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单式砖墓 但是出土了大量道教相关的葬具 以及独特的山水壁画 首先冯道真的尸体头上戴着道罐 身上穿着道袍 可以说是穿着制服下葬的 他的尸体上面呢 还盖了一层黄色丝织棉被 唐代道教文献记载 道士死后入关的时候 要让四个人扛着被子 放住棺材里面 这里的黄色棉被呢 应该就是这种遗鬼的延续 另外冯道真墓葬还出土了一套文具 分别是燕台墓钉和一把小刀 以及一件瓷香炉 这也符合唐代道教文献记载的 其实啊 笔墨等文房用具呢 不仅仅是道士写画符使用的工具 更是他们重要的法器 道教文献记载 道士做各种法师的时候 要以纸笔为记录功德的凭借 这样才能够取信于诸天众神 不可或缺 同样身为法器的 还有一块戒板 也就是图片中 道士们手里拿的这碗 在文献中的叫做简 最特殊的啊 是冯道真墓葬里面还出土了一件七一波 我们都知道波这玩意儿呢 是佛教僧人用来化缘的碗 吃饭的东西 但后来全真教也学着佛教僧人 拿个波到处化缘了 所以啊 这个乍看之下 还有点违和的七一波 反而更能够帮助我们 确定了冯道真的身份 他应该是个全真教的道士 而冯道真目标最有价值的东西 还不是这些能够体现 道教藏俗的随葬品 而是画满了整个墓室的山水画 不过由于壁画损坏的比较严重 我们大概截取了其中一些重要的画面 简单的缓约了一下 它的空间位置关系 实际上呢 我们具体位置和尺寸比例 都不是很准确 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 这座墓室呢 正北边的墙壁上 是一幅巨大的横幅山水画 书林晚兆图 书林晚兆这个题材 在宋元画界应该是比较流行的 宣和画谱记载 李公年就很擅长画书林晚兆这种景致 而冯道真目里面的这幅书林晚兆图 虽然不是拔尖的作品 但水平也不低 学者们认为其有董句一封 很明显 从题材和风格上 都是受到了世间流行的文人山水画的影响 在左右两边靠北的位置 分别是一幅论道图和一幅关于图 我们先来看左边的论道图 它描绘的是一个人坐在床榻上 正在侃侃而谈 另一个人在他的前方听他论道 身后还站了一个侍从 这种构图其实跟元代纯阳冠里的度画图比较相似 都是一个人讲道 另一个人谦虚听讲 而且冯道真目的论道图上还有一幅屏风 上面的诗句讲的就是吕洞宾度画沈东老的故事 大概就是说有一个叫沈东老的人酿酒酿得非常好 于是有一个道人牧民前来掏口酒喝 这两个人喝着喝着就聊了起来 到了傍晚的时候闹起了蚊子 那道人就取来了一节竹汁 喷洒了一口酒上去 然后把这竹汁插在了远处的墙壁上 这蚊子就全跑到墙壁那边去了 沈东老一看说这驱蚊大法好啊 就请求道人传授 结果道人说 这种雕虫小技有啥好学的 我这有长生非仙之法 你怎么不学呢 于是就教了沈东老非仙之法 还留下了一首诗 就是屏风上写的这首 所以这幅论道图的构图 比较接近道观里的度画图 画面里的诗句 也是吕东斌度画沈东老的时候写的 因而我们认为这幅图 表现的是道教的度画题材 度画到底是咋度画的 其实道教修炼成仙有好几种方法 采仙草 炼仙丹 包括后来的修炼内丹 除此以外 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方法 那就是偶遇仙人 然后得传秘语 比如当年王重阳就两次遇到了仙人 传授口诀和秘语 所以度画就是得到仙人点画 然后你按照仙人的指点去修行就行了 我们最开始讲的周世青 也是在路上遇到了道人 然后说了一句话 就回老家修炼仙丹了 这应该也是得到了仙人的度画 回到壁画 右边北壁的这一幅是观鱼图 一个人坐在溪流边上 侧身去看溪水里的鱼 旁边也站着一个侍从 其实这种在水边侧头看水里的东西 是宋元文人山水画里面常见的一种构图 在晶元时期已经被民间世俗接受 大量出现在瓷枕上面 所以冯道真墓中的这幅观鱼图 也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产物 在左右墙壁的南端 还各有一幅道童图 左边是焚香 右边是凤茶 这种类似的图像 在其他的墓葬壁画中也非常常见 只不过这里的仕同穿上了道袍 墓葬顶部绘画着大量的云气 和翱翔其中的仙鹤 营造出一种仙气飘飘的氛围 最后冯道真墓葬中壁画的主体 集中在正北和东西三面墙壁上 而且每幅图画的周围都会有边框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一整幅铺满墓式的壁画 而是一扇一扇的单独画幅 组合而成的三面围榻的屏风 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壁画依然继承了 宋经元时期墓葬中 对阳间居家生活的模拟传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期的道士墓葬 大体上还是沿用了 汉族土葬的形制 修建砖世墓 只不过里面的隋葬品壁画 会加入更多的道教元素 比如说隋葬的法器 壁画中的道童等元素 都是跟道士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另外单独从墓葬壁画来看 元代也就是墓葬壁画最后的新盛期 回顾我们整个课程中 涉及到的墓式壁画 我们会发现 汉唐以来一直比较注重描绘天地宇宙 到宋经时期则更加注重的家庭环境 而元朝则出现了不少屏风山水画 然而壁画是画在墙上的画 其基本功能是对单调的墙壁进行改造 并且重新塑造墙壁围起来的整个空间 汉唐壁画就是宇宙和贵族生活空间 宋经专雕壁画那就是家庭空间 面对这种壁画 我们首先要关心它画了什么 怎么组合的 如何改造了墓葬空间 而不是它的艺术性高不高 漂不漂亮 但元朝墓葬壁画 开始追随和模仿地上的文人山水画 对墓葬的壁画的艺术性 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这样一来就极大的削弱了 壁画本来的空间改造功能 增强了壁画的装饰功能 慢慢地就去除到了壁画中的壁 只留下了画 从而导致壁画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到了明代中晚期 这墓葬壁画几乎就消失了 哪怕是寺庙中的壁画 那也是日渐示威 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壁画艺术传统 就这样逐渐地走向了它的末路 并且淡出了主流文化的视野之外 我们之前说过 金元时期 山西大同地区的藏俗普遍是火葬 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程度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汉族文化普遍是反对火葬的 宋朝统治者甚至严令禁止过火葬 但是当北方的地区被少数民族统治之后 火葬的禁令不但放松了 统治者会利用佛教来安抚民心因而鼓励和推崇火葬 这就导致了辽金元时期北方火葬墓大量出现 普通的佛教僧人墓葬也是普通老百姓常用的砖石墓 1987年的时候 我们在山西朔州市发现了一座僧人丛葬墓 是一座大概长4米的砖器单式墓 里面埋葬了大概30具陶关 这些陶关都不大 也就四五十厘米长 里面装的是焚烧后的骨灰 是模仿正常的棺材形制制作的 其中15号陶关的头当 还记录了墓主人的法号慧海 正中间用汝丁纹塑造出了大门的形状 这座丛葬墓也是二次迁葬过来的 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五女坟道教丛葬墓非常相似 只不过一个是尸骨迁葬 一个是骨灰迁葬 这种丛葬习俗其实在当时的山西地区比较流行 一般都是一个家族的几个人丛葬在一个墓室中 比如山西朔县的一座丛葬墓里面 就安葬了周氏家族的八个骨灰棺 其实真正流行的佛教僧人墓葬和我们熟悉的佛塔息息相关 塔应译为苏赌坡 意译可以翻译为坟种 这种建筑原本是用来安放佛陀设立的 也可以用来安置佛教高僧遗骨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用塔安置佛教高僧遗骨的习俗 跟中国的土葬进行结合 就变成了在地宫里面安置高僧设立 然后在地面上修建佛塔 以供纪念和供养 去过少林寺的小伙伴都知道 少林寺拥有我国最大的塔林 这些古塔下面就埋葬着历代少林高僧的遗骨 或者衣物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考古学家清理了一座已经倒塌的佛教僧人墓塔 在塔下面的地宫中发掘出了一座银塔 这座银塔大概46.3厘米高 是中空的 打开银塔 我们发现里面还有一座25.5厘米的金塔 这座金塔也是中空的 打开金塔之后 我们发现里面还藏了一个7.7厘米长的 挂着金链子的浴盒 打开浴盒上面的盖子 我们发现里面放了一块设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件设理是用套娃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装起来的 其实这种套娃方式 原本在印度中亚那边就很流行 像这样一套设理容器 从大到小一共套了五层容器 而且容器的形质和材料也是多种多样的 塔形容器自然是非常常见的 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异形容器 比如鸟形的 这种鸟形容器 跟我们辽戴墓葬中的这个浴盒子 可以说是有异曲通工之妙 这个玉盒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竹节的形状 很有情趣 另外我们刚才看到那件银塔里面 还装了一份银卷 上面大概有八百个字 金塔的表面也有十一行文字 金塔上面的文字告诉我们 这座木塔是众弟子为吕洲大师修建的 银卷上面的信息更加丰富 上面写了 吕洲大师修行佛法以来读了多少佛经 如何如何严格修行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虔诚刻苦的大师 但银卷后面有一段很奇怪的记载 说吕洲大师希望跟某个公主 生生世世同为夫妻 都去到彼岸的佛国世界永不分离 所以我们推测这位吕洲大师 原本应该是辽巢某个公主的驸马爷 后来可能是因为公主去世了 或者遭遇到了政治变故 然后才出家为僧的 出家之后 吕洲大师也依然十分悲伤悔恨 他通过刻苦修行的方式 来安抚自己的悲痛 并且希望佛法能够消除他的一切业障 但他心里又十分的刻骨铭心的怀念着那位公主 哪怕自己已经是佛教高僧了 也还是希望能跟他再续前缘 同等弊安 这个大师难道不知道 世间没有两全法 不复容来不复亲吗 我们在讲唐代墓葬的时候 除了佛道两教 还介绍了基督教 伊斯兰教 摩尼教等墓葬 在宋元时期 尤其是元朝 其开放程度也不比唐代差 而且主要是因为海上四处之路极其兴盛 这就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也就有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徒的墓葬 尤其是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四同城 也就是今天的泉州 我们在泉州发现 宋元时期的基督教徒 伊斯兰教徒 这个墓葬的材料 有数百件之多 只不过大多的都是石刻的墓碑 墓构建的 首先我们来看伊斯兰教墓葬的墓碑 这些墓碑非常朴素 主要就是在墓碑上刻上死者的姓名 升族年份 以及古兰经圣训等内容 由于伊斯兰墓葬是不起坟堆的 所以墓碑的正面背面都可以刻字 比如曼索尔墓碑的正反面 就分别刻下了以下的内容 两面都有大量的崇拜真主的内容 而正面的则有一部分 记录了死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 当然也有一些伊斯兰教 在泉州接触了大量的汉文化 或者在泉州出生的 部分墓碑的正面写着伊斯兰文 背面写着汉文 相比之下 基督教的墓碑图像就丰富多了 他们的墓碑首先少不了十字架 墓碑上面的文字也非常丰富 有古拉丁文 叙利亚文 回湖文 八四八文等 具体要根据墓主人的身份来定 另外他们还会用莲花 云气 华盖 天使灯图像 装饰墓碑 但是这里面的祥云华盖莲花 明显是受到中国本土的文化 或者说是本土化了的佛教文化的影响 而墓碑上的天使 刨开翅膀 那就是一个活头多的佛教菩萨造型 可以说是本土化的相当厉害 除了大量的墓碑之外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实木构建 我们在这里展示两种实木形制 左边的是须弥座式实木 右边的是祭坛式实木 简单对比一下就能够发现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这两种实木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伊斯兰教是满月加云文 而基督教是十字架加云文 或者十字架加莲花加云文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还在泉州发现了一块 这一头是十字架 另外一头是满月的墓顶石 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出现在了一座坟墓里 大家都知道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世界历史上普遍是敌对关系 一般也就是生意往来 很难说有文化交融 尤其是宗教文化交融 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在元朝 而且是在有着世界宗教博物馆支撑的 泉州不是什么大问题 泉州保存的古代宗教遗物囊括了 道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摩尼教 印度教 西兰教 以及本土的妈祖等信仰 身为东方第一大港 又是在以汉文化为主的城市 其宗教文化的包容度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 因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泉州的国代文物中 找到哪个东西是只有一个宗教的文化痕迹的 绝大多数文物都是两个以上 至少是多个宗教交融以后的产物 其实回顾整节课 我们会发现宋元时期 我国的宗教人士墓葬 普遍来说都是宗教与世俗文化的产物 哪怕是伊斯兰教 基督教进入我国之后 也不得不在世俗化的过程中 沾染到佛教 道教等其他宗教的文化元素 甚至出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和谐相处 友好往来的局面 宗教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更像是一种异彩分成的文化 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崇拜 那么到此呢 我们庞杂 多变 地狱性差异 民族性差异 宗教性差异 都比较大的辽宋夏京元时期的这个墓葬内容 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最后一节课呢 我们就进入中国墓葬史的最后一个时期 明清时期的墓葬 其实明清墓葬我们考古上是不怎么去发掘的 因为年代太近了 没有太大的必要 所以我们下节课就主要讲讲明清地灵 看看我国帝王这个陵墓 在帝制时期的末期是一幅怎样的光景